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6月5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段被称为不安全互动的视频 显示中国军舰横穿台湾海峡前方 与美国驱逐舰发生了一起冒险事件 这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引发了风险事件 两国之间因贸易、台湾问题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方面的分歧而互相指责 这引发了未来可能失控的冲突的担忧 美国军方表示 周六,美国驱逐舰中勋号和加拿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正在进行例行航行穿越台湾海峡时 中国舰船横穿美国舰艇前方 距离美国舰艇仅有150码约137米 在美国海军周日晚间发布的视频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军舰在平静的水域中横穿中勋号的航线 而中勋号没有改变航向 可以听到一个声音用英语发出无线电信息 似乎是对中国舰船发出警告 警告其试图限制航行自由 但由于风噪的影响 确切的措辞不清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 在被问及美国海军发布的视频时表示 中国军方采取的措施完全是合理、合法、专业和安全的 他还表示 美国首先制造了麻烦和挑衅 而中国是根据法律和法规进行应对的 再来看到彭博社的消息 中国要求前英国贸易大臣曼德尔森敦促外国企业回归 或扩大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业务 因为中国正在与令人失望的役后复苏作斗争 这位英国政治家和前欧洲贸易专员表示 这是他在北京与决策者进行对话期间的压倒性信息 包括与中国共产党国际部部长刘建超的会谈 曼德尔森是全球咨询公司 Global Council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 他在首都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必须采取明确的行动 使在中国做生意更容易 曼德尔森此行是在中国上周 欢迎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杰米戴蒙在内的一系列商业领袖访问之际进行的 旨在消除外界对中国对外资本变得敌对的担忧 今年 中国各地的代表团举办了数十场海外路演 寻求投资 自曼德尔森于2021年举办了一次虚拟对话会 邀请了25名欧洲高管和包括时任总理李克强 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参加后 一系列监管打击和不断升高的地人政治紧张局势 使投资者感到不安 以下是曼德尔森的评论 记者问 你从此次访问中学到了什么 曼德尔森答 经济复苏和复兴是首要任务 疫情控制展现了中国通过一个非常集中的国家体系 进行紧密安全和控制的形象 现在 他们想强调经济的活力 以及私营部门和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中的作用 对我来说 非常强烈的信息是 我们希望外国投资 请鼓励人们回来或扩大投资 但这里我提到的一个重点是 中国当局不仅需要对外国投资者进行讲话 还需要倾听他们对改革的需求 人们感觉当局擅长发表演讲 但不擅长采取具体行动 记者问 国际业务面临什么挑战 曼德尔森答 有很多官僚主义 政府层级 现在还有数据监管和控制的新维度 中国当局必须非常小心 尽管他们有权以适当的方式管理经济 比如数据方面 但累积的印象或影响 不会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 中国经历了一个时期 北京的宣传更多的关注国有企业 而不是私营企业 为了向国际公司发出正确的信号 需要实现重新平衡 记者问 当你提出这些关切时 官员们的回应如何 曼德尔森答 他们表示同意 但正如我所说 必须跟进行动 人们希望有具体的跟进 你知道 他们必须明白西方国际公司担心的是 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 他们可能会被困 所以他们倾向于分散风险 减少他们的风险敞口 记者问 在这一切中 美国的立场如何 曼德尔森答 美国表示 其目标并非将西方与中国脱钩 据我从商界了解到的 很多人担心的是 尽管这可能不是美国行动的目标 但脱钩可能是其结果 有一种感觉 美国也许做得过头了 可能正在导致不稳定 这是一些国际企业向我表达的观点 记者问 还有其他地缘政治的担忧吗 曼德尔森答 当然 乌克兰战争是一个问题 我很惊讶地听到一位高级政治人物 坦率地告诉我 俄罗斯不是中国的盟友 他说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不像英国和其他盟友 与我们北约伙伴的军事联盟那样紧密 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 似乎比表面上显示的更为复杂 记者问 你们讨论了台湾问题吗 曼德尔森答 我向一位高级政治人物提出 如果中国能明确表示 没有意图通过武力夺取台湾 这将是有帮助的 但他们对我解释的是 如果他们公开放弃武力使用 那么主张独立的人 将认为组织独立没有障碍或成本 我可以理解这个立场的逻辑 但同时 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和平的前进方式 并明确表明这是他们的目标 人们倾向于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联系起来 许多人对台湾问题产生了恐慌 当然 紧张局势将会持续存在 再为您关注这一时段的其他消息 中国量化对冲基金 在ChatGPT狂潮中 加倍压住AI 路透社 量化对冲基金经理越来越多地 关注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 因为他们在困难的投资环境中寻求建议 ChatGPT风格的工具被用来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基本面 以避免价值陷阱 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 使用大量数据进行训练 可以写式作曲 在处理文本相关数据时也很有用 虽然一些管理人员受到这些工具的启发 其中一些人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成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新 但其他人警告说 如果人工智能对过度使用 隐私 安全和工作保障将面临风险 沃泰华 中国政治干预的疯狂故事 加拿大广播公司 所罗门群岛马来塔省被罢免的省长 丹尼尔苏达尼上周访问沃泰华 在加拿大就中国干涉加拿大国内政治的辩论中 分享他关于中国干涉省级政治的故事 Sway Danny声称 在他开始反对国民政府在所罗门群岛的亲北京政策后 就开始试图贿赂他 Sway Danny指责北京使用一系列策略施加不当影响 包括贿赂 欺凌和政治任人为亲 此外 即将离任的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戴维帕努埃洛埃洛在即将离任的制政界人士的信中 还指责中国对政界人士采取非法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中国如此关心南太平洋人口稀少的岛屿 所罗门群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一样 直接位于澳大利亚和美国控制的关岛和夏威夷之间 是美国在东亚重要盟友之间的重要海上走廊 中国5月进口再度回落 出口下滑 路透社 根据路透社对26位经济学家的调查 中国5月份的进口预计同比下降8% 而出口可能同比下降0.4% 进口表现不佳 归咎于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软 而悲观的出口前景表明 在去年COVID-19中断后 中国出口商已经赶上了未完成的订单 尽管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快于预期 但在全球增长持续疲软的情况下 工厂产出继续落后 导致分析师下调预期 摩根士丹利削减中国指数目标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已将中国NSCI中国指数的目标 从80点下调至70点 并将恒升中国企业指数的目标点 从8250点下调至7320点 该投资银行表示 由于盈利复苏延迟 货币前景疲软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他正在削减对公司股票的敞口 他在12月一直看好中国 并在1月上调了MSCI中国指数目标 该金融机构与高盛一起削减了中国主要指数的目标 中国5月服务业活动因需求改善而回升财新PMI 路透社 根据财新的一项私人调查 5月份中国服务业活动有所回升 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4月的56.4升至5月的57.1 这是受中国COVID重新开放后第一个五一假期后新订单增加的推动 这增加了酒店客房餐厅和旅游的订单 然而 人们担心 由于收入增长放缓和失业压力增加 被压抑的面对面服务需求可能会消退 此外 尽管工作量增加 但创造就业的速度放缓 服务企业收取的平均价格 以2022年2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上涨 并且由于为完成业务的持续增长 产能压力持续存在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